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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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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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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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旁邊這邊呢都會有一些置物空間 打開 放一些雜物 因為是做民宿嘛 那有一些雜物很正常 很正常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餐廳 這個餐廳給我的感覺就是 其實空間很大 可是它桌子感覺買的小一點 然後椅子呢也只有四張椅子 所以就覺得好像有點可惜耶 感覺一家人來的話會不夠做 但是如果這邊把它做成是分租的那種民宿啊 反而是可以讓很多主客人一起在這餐廳這邊聊天 我覺得還不錯 在廚房的部分呢 其實東西設備都還蠻齊全的 你有冰箱 微波爐 然後熱水器 然後什麼刀叉 湯匙 筷子 鍋碗 瓢盆 都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你看 都完全可以做使用 來我們來一一給大家看一下這裡面的設備有多齊全 首先 微波爐 電飯鍋 然後熱水器 然後換這邊 這打開裡面都有一些東西 這邊是空的 那這裡的話呢就是 湯匙 叉子 刀叉 筷子 筷子 等等的 然後下面呢一樣有東西 下面就是杯子 碗盤 再來一樣是碗盤 跟一個茶壺 換這一邊 這邊打開裡面就是一些鍋碗瓢盆 還有一台自爆兵的機器 上面的部分就比較空了 上面就幾乎沒什麼東西 打開就是像這樣子 沒什麼東西 這邊的話就有一些日式的碟子 然後這邊打開也是沒有東西的 好囉 那我們就去其他地方看一下 好 先讓我們前面這一間很日式喔 這個叫做秀吉 就是杖子 打開之後 是一個和室 一二三四五 大概是五鐵的和室 這種感覺非常的日式 這邊上一個屋主把它當成是客廳在使用 做的也是蠻好的 讓我們去外面看一下 打開 這個外面也是非常非常的日式的庭園啊 可以在外面稍微坐著休息聊天 我覺得都是蠻棒的 很像日式神社的這種風味喔 非常的有感覺 如果能夠在日本有屬於自己的一間 這種日式的民宿 那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喔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吧 那這個房子上面其實也都有裝這個冷氣 所以大家看到的現場的樣子 購買的時候也就是這個樣子了 不會再跟你變動 不會你過來之後電視要重買冷氣要重裝 然後外面這裡還有一個置物櫃 這個空間 裡面是有一些雜物可是不會太多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旁邊這裡有一間廁所 這個廁所也都是保持的非常的乾淨 那一樣是免治馬桶 那只是說我們這一間的話它只有在一樓有廁所 那二樓就是存房間 所以你如果要從房間然後來廁所的話 就要從二樓走的梯到一樓 這點是比較稍微有點麻煩一點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水區的部分 這邊已經附上了洗衣機 旁邊還有一個洗面台 看起來其實這個設備是都蠻齊全的喔 接下來來看一下浴缸的部分 浴室這邊也是個簡簡單單的 然後有浴缸 一樣是有對外窗 然後旁邊可以淋浴 還有一個小椅子 那小椅子旁邊那邊還放一個鏡子 設備上面也都是看起來蠻齊全的喔 好那這邊再給水區這裡一個特寫 特寫完了我們就要去下一站囉 好跟這邊說掰掰 樓梯的話是設置在那個門口旁邊 那因為我們的寢室是在樓上 所以如果要洗澡或者要去廁所都要經過這一道門 好樓梯在這裡 樓梯其實看起來還是蠻寬敞的 而且它旁邊有設斧手 那你這樣走起路來其實還算蠻安全的 二樓的部分房間是都採用榻榻米的形式 那總共是8鐵加8鐵 總共是16鐵的空間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是擺大概4張床 但是你如果人數再多我覺得6個人 甚至8個人 8個人就擠一下 都是沒問題的 其實我自己去外面旅遊的話我會比較偏向住這種和室 因為我住和室的話我感覺空間感會比較大 所以我睡起來我就會比較好露眠 那我如果住在那種酒店室的話呢 有時候我會比較不好露眠 這種東西就因人而異啊 每個人不一樣 有的人喜歡榻榻米有的人不喜歡 見仁見智 像這邊也都還有背一些 棉被 還有一些床墊 等等的 就人數如果增加起來的話呢 這邊也都可以再追加 外面這裡還有一個大陽台 如果我們是一個家庭啦 那有時候你可能還會跟爸爸媽媽 一家四口加爸爸媽媽就6個人嘛 那你6個人如果要住在京都 其實京都很大喔 我覺得京都你玩一個禮拜 老實講我都覺得OK 因為京都太多地方可以去了 那你京都的話呢 你看你如果住在這裡的話 你就還可以洗衣服 然後曬衣服 真正做到住在日本 當地的那種風情 這感覺非常的棒 而且大家看到嗎 旁邊其實就是停車場 所以其實你要開車出去玩 很方便 住在這裡的話 旁邊就是停車場 非常的近 那你這裡當然你要坐電車也是很近啦 這邊離電車非常的近 很方便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房間 另一面的景色 另一面這邊就不是一個陽台了啦 那他就是一個 簡單的對外窗 那外面的馬路呢是3米6 不算窄喔 3米6 採光的部分其實真的都還算蠻不錯的 OK那四步一遲 我們帶大家去外面走一走 家裡旁邊有一個停車場 那這邊路庫24小時 是500塊 從家裡走10分鐘 這邊有一個 二條公園 二條公園就在二條城旁邊 二條城是1903年開始建造 那當初呢是因為要給德川家康啊 用來守護京都的 寓所 以及拜見天皇時住宿的地方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規模呢 是在1624年的時候 進行了擴建 那才有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規模 個人認為他的對外開放 還是非常的早 是在1940年 那個時候還在打二戰呢 就已經對外開放了 可以說是非常有歷史價值的一個城堡 大家如果來日本的話呢 有來到這個京都二條城 也不妨到裡面參觀走走 家裡旁邊呢還可以吃到這個是來自京都的京都燒 然後旁邊還有這個中華料理店 大家會想吃嗎 接下來附近呢有這個藥妝店 藥妝店旁邊就是那個超市 都非常的近 這一間商底啊可以說是我最喜歡的 一間超市 因為便宜 我就是最愛便宜 那這一間呢是寇普 寇普是我老婆比較愛的店 因為寇普呢你可以直接 寫一張單請他們寄到我們家 我老婆最愛這樣子 從家裡走到車站是兩三分鐘的距離 那周邊東西機能非常的好 現在就帶大家逛一逛我們這個車站周邊囉 好這裡是一個 大樂透 有沒有來要買 京都 銀行 然後 還是一個 銀行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這裡 這剪頭髮的 大人 一千八 我覺得是偏貴啦 我都撿一千塊的 一千塊基本上是日本比較便宜的 也是有 690的 那種 那種什麼家庭理髮那種 690我有看過 那我是撿一千塊的 那前面這裡呢 那卡烏 那卡烏現在還沒進駐到台灣喔 大概就像 SKIA 吉野家那種的 一模一樣 有一點差別但是差別不會很大 那車站這裡 旁邊就是一個商場 有沒有看到 旁邊這個商場還有電影院 東保電影院 有商場的話你要找吃的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啦 那 從我們 物件走到這個商場是走5分鐘 5分鐘 5分鐘非常的近 書店 那是AU不是AW 然後上面電影院 這樣子那這邊有吃的 烏龍麵啊肯德基啊 韓式料理啊美式料理都有 應有盡有要什麼有什麼 來看一下在播什麼 好啦那我現在要跟兒子去看電影了 掰掰 斯桃 斯桃 今天來介紹一下日本的電影院 這一次我自己也是蠻開心的 因為兒子是第一次去電影院 不知道他會不會整個暴走待不住 好啦 那我們來說一下日本的電影院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日本呢 你如果是平時要看電影的話 其實不便宜喔 大概1900塊日幣喔 那當然跟台灣一樣 每間電影院的活動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一間呢 東寶電影院這一間的活動呢 他是每週三只要1200 如果有辦會員卡的話 每週二也是1200 那我們現在是禮拜三 然後禮拜三的話呢 兒子是1000塊 那我的話呢 我是1200 所以兩個人加起來是2200 每個月的9號 會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就是爆米花筒 再加一瓶飲料 是只要500塊日幣 所以呢 我們看電影總共花了2700塊 可以說是把所有的優惠都給他用盡了 大家覺得是便宜還是貴呢 因為如果以日本的物價來講 呃 如果你是領最低的時薪的話 大概2個小時的工作時速 你就可以看一場電影 在東寶電影院的話呢 你要入場的時候 右手邊這邊都可以拿枕頭 就是會讓你坐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就是看個人啦 那記得使用完之後 記得把它拿回去放 日本看電影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呢 首先台灣的開頭可能就是一堆預告 就可能什麼時候要上映啊 什麼時候要上映啊 就是其他電影的預告 那日本不是 日本人現在看電視 就是跟電視會播的一些廣告是一樣的 什麼Toyota的廣告啊 不動產的廣告啊 都會出現 第二點不同的話呢 就是 台灣的電影可能在片尾在介紹說 誰是燈光師 誰是剪接師的內幕的時候 其實電影院的燈就會亮 然後就是看有人要離場就可以先離場 因為其實電影已經結束了 那在日本不是 在日本你要把那全部看完 剪接師是誰 演員有誰 電影有什麼什麼什麼 感謝誰 感謝誰 全部講完之後呢 真正把這個整部電影看完之後 你才能夠離開 電燈才會亮 否則都是 完全烏漆麻黑的 好啦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掰掰 這是丁色的 丁色錦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